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迅速地也率领一部分的军队 侧应我军 得到他的帮助不少 当我团官兵出动的时候 长沙居民正在恐怖中 夜间街上行人很少 显得一片死寂 好像是一座死城 我个人率领士兵二十余人来往于三组之间 亲赴联络指挥的责任 共党当时气焰嚣张 目空一切 事前对我准备铲除他们的情形 竟毫无所知 弃至我军向他们进攻 他们才由睡梦中惊醒 措手不及 我军破巢直入 他们大多数只能束手就寝 由于全团官兵行动的神速 作战的奋勇 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里 把重要的赤色共枯 如乡省党部 乡省农民协会 乡省总工会等为共党所把持的机关 均先后予以机会 建有一部分武装共干顽强抵抗 致有数处发生激烈巷战 经我军痛击之后 除少数共干如郭亮 夏溪 滕代远 王纪勇等城系逃亡外 其余大部或当场死亡或被俘获 我不也有官兵同志四十余人 壮烈成人 还有少数民众为榴弹所伤 我当时往来与上述的三组之间 奋不顾身 与士兵同进法 近日回想到 是一成人的先烈 还使我心坎上留下了无限的创伤 即至二十二日拂晓 长沙流阳门与南门外及庙高峰一带 尚仍有少数共干 率领赤卫队和纠察队企图反扑 我这周营长率兵迎击 辅经接触 共党即纷纷向诸州方面溃退 周营官兵见对方多细无知农民 不忍射击 遂任其坐鸟受散 到了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 已把共党所有在长沙的七十几个机构 一律予以封闭 并交由当地远警负责看管 至此 平日作威作福 荼毒人民的共党首要分子 除死亡与被捕的意外 其余仓皇逃走 匿急销声 即自二十一日晚间十二时起 至二十二日上午十时止 我团在长沙首亿产供的工作大致完成 当即着全团官兵分区警戒 二十一日的电报代运字母是个马字 即马电通电全国报告产供经过 呼吁回应 当时全国新闻纸类 多以长沙马日产供或五马产供字样为很显着的标题 亦有以马日事变成位者 此后本党湖南各级党部也有马日纪念的规定 长沙供货告彻底肃清 当时我团孤军住在长沙 临近地区的驻军都是唐生志的部队 环境特别险恶 假使唐生志兽性不敏 兵连祸节 地方难免糜烂 为何还此一局面 于是不得不暂时向唐表示服从 善据报告 说明共党罪行 即人民恐怖不安的情形 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 擅作紧急处置 未能事先请令 理应自行处分等语 交由张代主席一鹏转报唐氏 并请张代主席诉及出事安眠 张当时即发出布告 略位 此次事件细兵农冲突 业已平定 人民应急照常安居乐业 物资惊扰等语 我当时认为这个布告 措辞暧昧 不能取信愚民 立即用我团部的名义列举共党的罪行与惨共的经过 及共党业已败溃等情形 布告周知 已正视听 长沙市民月息之后 无不恶手称庆 秩序行告恢复 数月以来 市面阴霾凄惨的气氛 一旦扫除静静 此时 长沙市复国各地的共党分子都已匿计销声 凡共党所组织的赤卫队 纠察队等 同时都已土崩瓦解 唯有湘潭县的县长成一中 与共党扬昭职狼狈为奸 人民久矣不堪其扰 自马日产共后 承阳两人仍盘踞该县 倒行逆施 居然变本加厉 湘潭县人民纷纷逃来长沙 欲请派兵进脚 我不忍湘潭同胞长期遭受荼毒 当即派周营长率兵一营 由一家湾渡过湘江 向湘潭县进脚 接触不到一点钟之久 共党途众即纷纷作鸟受散 周营进驻县城 县长成一中逃亡 数日后 捕获杨昭职 应该献人民之请 予以枪决 湘潭县供货税告肃清 鲍罗廷一行 来意不善产 共军事行动 虽告一段落 我的任务尚未完成 政治消毒与心理消毒工作 由需加紧进行 必须将共党遗留在社会上的毒君 要洗得一干二净 消毒的方法 唯有集合本党同志 推行就党运动 以健全本党组织 经过两三天的奔走联络 得与本党忠贞同志 陈启祥 彭国军 蒋静一 张静熙 左翼斋 曾继奎 尹东旭 刘德干等 以及在长沙教育界工商借着有声望的本党同志数十人 计划筹备组织旧党委员会讨论清党 旧国 安民等重大问题 最决定于十月念五日上午九时 假长沙小无门正接烈士词 原名曾文正公词举行会议 在开会的前一天 五月念四日 我接到代主席张一鹏的电话说 武汉政权已派鲍罗亭 彭泽湘 陈公伯 周敖山等四人 来长沙慰问军民 现已到达岳阳 可否让他们来到长沙 特征询意见 西能立即建告 我经过审慎考虑后 当达以鲍罗亭等四人 可在岳阳暂停 后明日的大会决定再行奉告 同时立即暗中由尹东旭派兵持赴长沙市北门外 三十余华里沿越汉铁路的侠宁站一带 严密警戒 以免暴罗亭等程系窜入 我做了这个紧急处置之后 又考虑到长沙临近各县都有唐生制的部队 如派兵围攻我团 万难抵抗 这究竟怎样办呢 所以在念四日的那一天 使我忧心如焚 通宵不能成眠 待至念五日拂晓 我已经有了主意 就是决心等候当日的旧党委员会组织成立 然后提请大会通过密店住在岳阳的友军州 彭两团长把鲍罗亭等四人就地枪决 当时住在岳阳的友军 一团为周盘所率领 另一团为共党彭德怀所率领 在马日产供以前 我们尚不知道他已加入了共党 马日以后才暴露出他的争鸣面目 我当日推测唐生智派鲍罗亭等四人来长沙的主要任务 无非想将我拘捕 借往武汉 送上断头台 并将我团部队予以解散 然后发出几张骗人的布告 歪曲事实 为了笼络人心 必定强调 凡在马日以后附和的人士 盖部追究 借以拉拢军民 便可将这次产供洪流 清除禁境 事后种种事实证明 唐生智等 却是这样计划的 因此我事先必须准备好未来的行动和步骤 成立了旧党委员会到了念舞日上午九时 旧党委员会宣布开会 到会的有王东元 李仲仁 周荣光 尹东旭 张一鹏 以及湖南省党部委员彭国军 邱敖等二百余人 攻推我为大会主席 并致开会此 我当时当仁不让 唯有至辞如疑 略位 共党分子 在民国十三年经孙总理的认可 即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准许共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 他们曾经宣誓 愿意放弃共产党的主张 服从本党的领导 为国民革命而努力 不料共党包藏祸心 在广东时 就有许多越轨行动 当今将总司令迅速平定 现在共党呈将总司令挥军北上 均是异常忙碌 对地方政事 无暇全力照顾之时 把持武汉政权在乡恶干三省 即组织农民协会 赤卫队 工会纠察队等为名 暗中扩充武力 阴谋叛国 横行无忌 使用不和我国国情的共产邪说 麻醉青年 高喊着农工专政的口号 搜使农工 发动斗争清算 杀人放火 四处暴动 造成社会极度的恐怖 他的目的是想彻底毁灭 我国五千年来的传统伦理道德 与历史文化 进而征服全世界 并奴役全人类 其阴谋显毒 虽离闯 皇朝游不足 相与比拟 近来更秘密决定 就在今天的五月念五日 举行大烧杀 我为先发制人起见 所以在念一日夜 便采取军事行动 给共党以打击 我这次举动 完全是为了回应 蒋总司令的清党主张 和解救两湖人民的痛苦 现在长沙的重要共党分子 和共党组织的各种不法机关 随意铲除 但共党的毒素上弥漫民间 共党的爪牙 尚肆虐于各县 犹律有死灰复燃之事 今后关于清党清毒的工作 希望各位先进同志 共同努力 以其重情一举 达成就党任务 等于 我报告过后 因当时局势危急 为了争取时间 立即开始讨论 签认需先把湖南省党部的机构 恢复起来 但因马日以前湖南省党部的委员 多系共产党徒 马日以后 共党分子郭亮 夏希等一远逃 仅有彭国军 邱敖等两三个忠实同志 还在长沙 人数太少 亦是无法恢复工作 当今决定 先行成立就党委员会 积极推行就党工作 并领导省政 办理善后事宜 当场推定我与王东元 张一鹏 张静熙 李仲人 周荣光 彭国军 左翼斋 邱敖等为委员 并决定及时开始办公 当提出邱敖为委员时 有不少同志认为 他是跨党分子 表示反对 但我因为在马日以前 曾看到共党在长沙所办的光报 在有攻击邱敖的文字 所以当时认为他是反共的 而予以解释 才得到大会的通过 大会通过枪决暴罗廷 大会把旧党委员会委员 推选出来以后随即宣誓就职 接着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 我首先提出下面的问题 请大家讨论 我说 昨晚接张一鹏代主席的电话说 武汉的中央政府派鲍罗廷 彭泽香 陈公伯 周敖山等四人来长沙 慰问军民 文豹等率步兵两连 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到达岳阳 本定昨晚乘车来长 经我在电话中间 请张代主席转电报等 暂停岳阳 四旧党委员会开会决定 再行电告 如果冒险前来 沿途与我军冲突 发生危险 丐部负责 线报等仍留在岳阳 我认为 武汉政府是拥共的 与我马日产共的原意完全相反 与今日旧党委员会的宗旨 亦绝对不能相容 报等为武汉政府所派 不斥就是共产党的代表 应在铲除之列 不知各位以为然否 当时除张一鹏 因为畏惧唐生志的淫威 不愿表示意见外 其余各委员都情绪激昂 一致赞成我的意见 并主张去电阳为欢迎 疑似他们到达时 就予以拘捕枪决 以快人心 我认为 还是密店住在岳阳的友军 把报等四人就地枪决为好 这个意见提出后 经绝大多数通过 委员中 为求敖有跨党嫌疑 我为坚定他的意志起见 经受益各位委员 一致攻推求敖 立即草拟发出 驻在岳阳各友军 就地枪决报等四人的电稿 不料求敖坚以病辞 拖延十一分钟之久 不愿执笔 我便对他说 今天到会的人 多怀疑你是跨党分子 我想替你洗刷这种嫌疑 所以推你草你这个电稿 如果你坚持不办 那更不会得到 各位同志的谅解 今天是国民党忠实同志 开旧党会议 绝不容许有 共党嫌疑的分子 渗入会内 你如果真是跨党分子 我敢向你做 进一步的表示 那就是 对你会有 极不利的事件发生 请你慎重考虑 求敖经过这一番 劝告之郡 才执笔 把电稿逆 由我请张一鹏代主席领先签署 张当时拒绝签字 因为他的内心 虽同情我的产共行动 但他是唐生志的幕僚 而赞代唐主持相政的 怎敢领先 发电给住在岳阳的周鹏两团长 就地枪决武汉政权 所派出的代表呢 所以张一鹏便想脱身事外 归罪于我一人 而我却认为 张氏当时的地位 是替唐代拆代刑 这个电报 如果他不愿领先 则周鹏两团长 势必不肯执行任务 我当场一再坚决地要求 他被我与二百多个党员包围 无法推诿 只好照办硬着头皮 照谦如意 张氏领先签署之次 即为我与王东元 及各委员联名盖章 散会后 由我把电报底稿 亲身送到电报局 并监督艺电源拍出 但不幸的是 当彭德怀在接到这个电报时 立即通知鲍罗亭等四人 逃回武汉去了 此日纪念六日 旧党委员会 搬到长沙市沙茂堂对面的 湖南省党部的原址办公 当即通电全国党政军各机关 和各民众团体及报社 说明长沙马日产供的经过 并预请一致响应 以旧党救国救民 该项通电发出不久 除武汉一地外 各方复电回应者极多 尤其各地报纸都以最显着的地位 灯载马日产供的消息 与通电的内容 并着论痛斥共党 正义是在人心 我当时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 危机四伏下脱离虎穴 到了六月五日 唐生至因张艺鹏事前失察 疏于防范 事后又未能将我拘捕 乃改派其所部军长周兰来 长沙接替张的代主席职务 周兰抵偿之日 我接到张艺鹏的电话 邀我在下午五时 同往长沙小屋门外火车东站 去迎接周兰 其实我正在省党部 就党委员会办公 工作急忙 又因当时长沙的共党机关 虽介意机会封闭 但潜伏的共党分子 不能说绝对没有 我为防范意外起见 不愿亲自前往 乃派中校团副李华林 到火车站代表迎接 我与周兰原有就交 宣急倾倒他家 想探寻他的来意 他总是含糊其词 使我得不到要领 但于谈话语气中 我深深感觉着 唐生智上执迷不悟 而周兰来省的任务 以不待智者而后置 我随即离开他家 并决定了 我要立即突出 长沙重重包围的计划 我虽然知道 周兰并不是一个共产分子 但也明知 他是唐生智的亲信幕僚 凡是不能不服从唐的命令 然而我的内心总以为 他如今寄回到长沙 亲眼看到共党赤化 湖南的惨状 心中当有所不忍 或者会同情我 马日产共的行动 进而想要求他 暗中支持我们的主张 以减轻湖南 三千万同胞的痛苦 不料到他家里交谈至十余分钟 竟没有一句真挚可信的话 总是态度磨冷 言语含糊 当我将要离开他家时 又对他说 马日行动 纯粹由于我良心的驱使 眼见共党 杀人放火 凡有人性的人都不能做事 何况身为军人 直在救民 这紧急措施 我想上级必能见谅的 希望你能原谅我这种苦衷 把这不得不已的实情 转报长官 周 兰一再回答的是 今后的一切 应后中央命令 所谓听令中央 以及是唐生智 汪精卫 鲍罗廷等 所把持的武汉政府 无意就是听命于共产党 于是 我就伪装着很愉快的表情 很快地就告辞出来 做着逃离虎穴的打算 我离开周家以后 想到今后一切 应后中央命令的话 不绝义愤填胸 我顾不惜一死 但与湖南三千万人民 又有合议 终于决定了 离开长沙重围的计划 虽立刻赶回省党部 秘密地向书记长曾继奎 详述我与周兰谈话的结果 并表示我即刻就要离开长沙 请他转告本党的同志 向机行事 续为产供而努力 许克祥的回忆录 显然是在台湾写的 含蓄地抬高了 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力 和自己的决策能力 简化了武汉系统内部的 合纵连衡 把投靠北京政协的 唐生智说成罪魁祸首 和建的参谋于相三 对此另有一套叙事 把主要策划者的贡献 放在自己和和建身上 把许克祥的地位 降低为次要的执行者 共产党方面的叙事 则断言唐生智才是罪魁祸首 和建和许克祥 都是次要人物 唐生智虽然最终投共 但重要性没有达到 值得刻意庇护的程度 顽固的国民党人 投共的国民党人 和共产党人一致同意 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 劫持了国民党在乡的党组织 国民党湖南代表大会成员 和执行委员90人中 我们的同志占43人 与我们接近 而可称为左派的13人 中立而可受我们或左派之全部 或一部分影响者约23人 右派约13人 其中反动者不过6人 其余还称是莫名其妙者 1924年春国共合作以前 湖南不但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 连暗中活动也很少 国共两党合作以后 湖南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组织 下戏 郭亮等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负责人 我和他们会见过 如果唐生智或何剑真是幕后主谋 方伯大员也不宜亲自承担失败的风险 许克强是一位小人物 适合身先士族 如果失败 他自己负责 如果成功 幕后的大佬不难收割 所有见证人都不相信 许克强是蒋介石指使的 蒋介石后来对他也并不弃重 许克强的逆袭 使汪兆明 鲍罗廷和斯大林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者 以国民党的左派为依托 在革命阵营内部走钢丝 武汉国民政府发声内讧 老禁卫军和国民党右派 同时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共产国际发给罗毅的五月指示 五月三十一日 主要是内部斗争的产物 目的在于向革命阵营内部的其他派系证明 其实我们也是很革命的 下定决心要夺取国民党的兵权 如果革命失败了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软弱 然而汪兆明和孙科看到这样的指示 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我们为了支持共产国际而抛弃自己的同志 结果共产国际首先下我们下手 马日事变是五月指示的直接原因 五月指示则是七一五事变的直接原因 随后几个月 共产国际内部忙于争论 谁弄丢了中国 国民党内的争论同样激烈 但题目变成谁把特洛伊木马放进来的 汪奖二人作为容共和分裂的罪魁祸首 相继引咎辞职 政治方面 只有西山会议派的反攻记录白必无暇 军事方面 乡军和贵军的相对重要性急剧上升 蒋介石下野后 西山会议派和李宗仁 接管了南京国民政府 他们希望唐生智和蒋介石一起下野 宁汉冲突就可以自动解决 唐生智高估了自己的力量 率军沿江东下 企图直取南京 相跪战争产生了非蒋不可的政治形势 促成了以蒋贵联盟为基础的宁汉河流 以唐生智为主要牺牲品 许克强在马日事变后 接受了南京政府的名分 拒绝支持唐生智 1927年10月 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许克强 为讨逆军第二陆军总指挥 蒋贵联盟 瓜分了长江下游和中游的土地 乡军旧部大多被贵军收编 许克强没有效法 大多数同侪 在蒋贵战争和蒋月战争当中 都支持蒋介石 他恪守禁阳之师不可在的原则 放弃国民党大分裂时代的机会 没有变成第二个室友三 除了积极搅供以外 避免参加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1932年9月3日 许克强将红军逐出南风 10月初 在南城迎击红军公储部 10月23日 在黎川接受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 舒适的投降 1933年 许克强在邵氏攻击 红军速誉部 速誉身负重伤 蒋介石二度连苏抗日以后 许克强渐渐变得不合时宜 抗战造成了新一波 军事现代化的需要 湖南讲武堂那种明知日本式的军事教育 明显已经过时 蒋介石以陆军大学培训和军事参议院咨询的名义 夺去了许克强的兵权 许克强的反应像一个吃饱的人 显然认为高级顾问的待遇 对真正的贫固农子弟已经足够好了 许克强在此后十年 除了衣锦还乡的炫耀以外 什么都没有做 抗战结束后 他宜居澳门 这是老诗人的选择 仅仅属于希望从此本分度日的人 野心勃勃的人 肯定不会错过抗战结束时 要求论功行赏的大好机会 更不会错过冷战爆发时 东山再起的机会 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 重新甄别鱼龙混杂的追随者 奖励许克强的忠诚 不二和反共经验 才将他从澳门召回台湾 委任他为国策顾问 他在台湾的表现 同样像一个吃饱的人 1967年3月 他在新竹去世 他才去平庸 得不到重用 本身并不冤枉 但身处乱世 呼风唤雨的机会 跟个人才能关系不大 他的忠诚和谨慎 既限制了他 又保护了他 因为一个人能够为自己招致的最大灾难 莫过于突然上升到 自己无力胜任的高位 许克强懂得在接近自身天花板的地方止步 这种智慧是蒋介石和唐生智从未具备的 许克强的生平 以比较复杂的方式 重演了河马史诗当中的涅斯托尔 他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头 都能比出生的阶级和原先的地位 更上一层楼 但总是避开赌徒的大奖 选择穷人的存钱贯 神明喜爱这种人 给予他超过原有期望的奖赏 出身 入境和时代跟他接近的人 绝大多数都没有像他一样善终 蒋介石和唐生智的命运 其实就是以比较复杂的方式 叙述了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二十世纪版 许克强家乡的邻居和亲戚 无论公庚农母 还是闯荡江湖 都有理由羡慕他 注释 一湖南省智编撰委员会编 湖南省智第一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第515页 阿尔鲍罗廷 1884至1951 生于俄国西部一个犹太人家庭 年轻时曾当码头工人 1903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 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 1907年春赴美国乔居并结婚 1918年十月革命后回俄国 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 1919年3月 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之后曾到美国 墨西哥 英国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鲍罗廷早在1905年12月 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 1923年8月 鲍罗廷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 一起来到中国 加拉罕任苏联驻北京政府大使 鲍罗廷任中国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 1924年8月 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 来控制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上书共产国际 对其不同中共中央商量 就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 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廷 但鲍罗廷深受斯大林信任 如果联共不 中央政治局不限制他的权力 没有人能够控制他在中国的行动 1926年9月12日 22日 维京斯基两次向联共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 指责鲍罗廷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的机会主义策略 要求撤换鲍罗廷 1926年11月11日 斯大林主持联共政治局做出答复 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 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廷 反而加强鲍罗廷的权力 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 而鲍罗廷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 并给鲍罗廷颁发红旗勋章 责承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 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 做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 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 1927年3月10日 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 任命列普谢为书记 鲍罗廷正式进入远东局 维京司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 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 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 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 三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 中央档案管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136页 斯罗易1887至1954 印度人参与创建墨西哥共产党任总书记 1920年出席共产国基二大 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 受到列宁的赏识 1924年至1927年 他一直是共产国际职委和主席团成员 1926年底奉派来中国指导中国革命 1927年4月2日 罗易到达武汉 担任起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 获称团长 成员有维京司机 鲍罗廷 多里奥等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 5月1日 罗易向大会发表了 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 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报告 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 现在应使革命深入 实行土地革命 以巩固革命基地 但是他对如何实现领导权 如何有步骤的开展土地革命等问题 都没有提出具体办法 罗易在大会上 还批评了鲍罗廷提出的 把革命根据地建立在西北的主张 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 另外 他还围绕下一步先做什么的问题 与鲍罗廷展开公开地激烈的辩论 鲍主张密切同武汉政府的联系 在土地革命方面做出让步 先继续北伐 广泛出击 打下北京后再进行土地革命 罗则主张先开展土地革命 不能迁就武汉政府巩固两湖 然后在革命深入的基础上举行北伐 以免伐来伐去 毫无成果 出席中共五大的蔡和森说 罗毅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对的 很可贵 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 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 只是空空洞洞地教我们一些原则 但是不够 以我看 老报是有办法无原则 罗毅是有原则无办法 51907年6月26日 提夫里斯 经格鲁基亚首都地比利斯 发生一起武装抢劫案 银行马车运送纸币 由邮局前往俄罗斯帝国 国家银行提夫里斯分行 途经埃里温广场 金自由广场 使抢劫者用炸弹和枪支 对马车及其周围的警察和军人 进行了袭击 抢劫者共劫走34万 也有材料 说是25万 卢布 抢劫案由一批高层布尔什维克策划 其中包括列宁 斯大林 马克西姆 马克西莫维奇 李维诺夫 列奥尼德 伯利索维奇 克拉辛和亚历山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 波格丹诺夫 由斯大林的学生卡莫等人执行 抢劫虽然成功 且数额巨大 但由于警方已知晓钞票的编号 大部分抢劫所得的大额纸币 无法为布尔什维克所使用 列宁试图让一批人 于1908年1月 在欧洲多地同时兑现钞票 但这一计划失败 导致多人被捕 事件为公众所知 并招致欧洲社会 民主主义者的谴责 六托洛茨基的本名是 列夫 达维多维奇 布罗斯泰因 其当时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 立足起誓 斯大林是持消极态度的 巴伯卡萨 1921至1992 中非共和国独裁者 1966年自任总统 1976年曾出访中国 1977年称帝 1979年被军事政变推翻 逃亡国外 九阿明 1925至2003 乌干达独裁者 1971年发动军事政变 1976年任终身总统 任职期间驱逐八万名亚洲人出境 屠杀和迫害国内的阿乔立族 蓝吉族和其他不足达 十至三十万人 1979年在乌坦战争中失败 逃亡国外 十唐生至 1890至1970 湖南永州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原为赵恒替部将 后勾结国共叛赵 北伐时势力膨胀 长期返奖后失败 1937年 指挥南京保卫战 弃城而逃 1949年投共 十一周兰 1892至1952 湖南衡阳人 唐生至部将 马日事变发生后 武汉国民政府命令他回乡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监军士厅代厅长 查办事贬责任 他碍于旧情 只给许克详继大过一次的处分 曾与毛有过联系 对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位于捕杀 1949年 随唐生至投共 十二下溪 1901至1936 湖南一阳人 毛的同学 湖南农民运动的重要骨干 1932年 任乡厄西苏区中央局书记 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 庆喜成果卓著 1936年 在碧杰涉水过河石淹死 十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级团军 第35军学生队队长魏震 马日事变亲历记 于香三 自甲文 李陵县叛川冲人 保定军校三期炮科毕业 他因与何建有同乡 同学和同事等几重关系 颇得其信任 于香三平日貌似深沉 不轻易向人 表露他灵魂深处 丑恶肮脏的思想 与他接近的人 则知道 他是何建左右 坚决主张反共的一人 是何建的清党反共阴谋的 直接参与者之一 许克翔 这个惯于在军队厕杀中东奔西头的亡命之徒 正具有为何见这类野心家所需要的那种冒险性 当张一鹏将他的部队调到长沙来时 使他受宠若惊 他之毅然承担军事叛变首难之责 也使张一鹏 于香三等如获至宝 事变之后 各县逃逆长沙城里的豪申 地主和魏吉在长沙的反动官僚 政客等各色反革命分子都奉许克翔为救世主 歌颂他有胆有识 有些大地主家里还供奉着他的长生牌位 香香的一批大地主豪申特地为这个刽子手 在县城云门寺前立了一块很大的纪念碑 何见及其手下的一些人都曾为之提词歌功颂德 十四 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的报告 中央政治通讯第七七 1926年10月3日 十五唐生志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文史资料选记录 修订河边本第三集第六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106页 十六涅斯托尔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 是希腊联军内最受人尊敬的老者 他年轻时很勇武 老年鞋子安提罗科斯参加特洛伊战争 很有威望 在阿卡留斯和阿加门农争吵时 他主动出来劝解 在希腊联军在赫克托尔进攻下 节节败退时 出来鼓舞士气 欢迎您的点赞订阅和分享转发